牛尼社区8号的上午举办了一场 花莲县新住民学习中心策略联盟成果展 邀请来自花莲县各乡镇市的新住民 为了彰显三妈艺术展深度和寒意 让各个新住民展现各自文化的舞蹈 使得多元族群可以在花莲这块土地上来共融 所谓的三妈就是为了彰显老中青 三代女人的生活智慧 以艺术展的深度与意涵 并且在活动一开始即在丰山村安排了四个场域 让参与者借由闯关活动 带来不一样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体验活动 为什么叫三妈艺展 因为我们会认为不管你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 就是不管你在任何的国家 你是任何的族群或是在任何的时间点年龄 其实照顾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妈是一个照顾的意识 三世不管任何时间空间跟年龄 你都要为这个家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付出的意识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办了第三年 那我们希望透过族群的文化的共融 也透过不同的议题 包括我们今天有做防疫的酒精的制作 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跟地方会有接轨的意识 亚帆舰队夫妻长期以来为我们流离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个奔走 然后为我们整个移民的所有的好姐妹 到我们这里给他们很大很大的温暖 我们的新住民来自各国 不管你来自哪一国 来自印尼 越南 柬埔寨 或者菲律宾 还有哪一国 不管你们来自哪一国 来到我们台湾 然后到我们花里 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 让多元文化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看见彼此互利共生 回到主场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姐妹料理 而这让女力展现的空间主题 从家人的绘本 女力讲座 到各国料理 透过闯关的方式带来多元文化交流的体验活动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